電視節目 今天的分享課要教大家的是 演藝圈這個飯碗到底好不好捧 哈囉 歡迎大家收看 電視節目 我是阿里悠悠 美鳳的嗨 我是大舞獅 今天說到這個 演藝圈這行飯好不好捧 對 其實這個滿犀利的 滿銳利的這個問題 對 我們今天做這個 這個主題的主要目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歌唱節目 然後也有很多很會唱歌 很有才藝的主人們 你們有意想要進這個行業的話 對 我們在這邊 可以給你們一些時尚的意見 然後也會請一些很不錯的來賓 很實質上來跟大家分享對不對 到底演藝圈這行好不好混 對不對 不要只看我們光鮮亮麗 妳看 穿得這麼的漂亮是不是 沒有…我很低調 我非常低調 那是妳個人 妳的嘴巴會低調 妳看妳的顏色 妳少了 妳看妳的手套 妳現在唱過志祥了嗎 對 Only… 好 回來 我在這邊先問妳一個很犀利的問題 妳什麼時候出道的 我什麼時候出道的 我的第一張專輯是2003年 還有一點點久了呢 還滿久的 2003年妳看看 這麼久的時間 而且我當初也是 就是參加遊歌唱比賽 然後才有機會入這個圈子工作 喔 是嗎 2003年喔 那時候在幹什麼 好像還在讀書耶 但是有一段時間都沒有看到妳 還在讀書 妳是念補校吧 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開玩笑的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對不對 不過妳真的講中 我真的是念補校 沒有啦 我半工半讀啦 是不是 對啊… 不過點一圈的 我也差不多是妳之後的一兩年 我開始慢慢出道 就從旅遊節目開始 對 其實不只是我 現場很多的同學 他們也有參加比賽的經驗 對 我們來問問看同學好不好 欸 同學 好 珍珠 我就是參加 就是出賽的時候非常厲害 是北區的 就是沒有分年齡喔 北區的第二名 那第一名呢是曾靜雯這樣子 曾靜雯 雖然呢 我那時候就比到了 敬鵬嘛 副賽 然後敬鵬 還沒有唱到 就樂團一下 我就沒有唱到 然後就被淘汰了 但是呢 我現在還是在這裡呀 真的很可愛 還有一位同學 振嬛 振嬛對不對 我就是 最早是從原式英雄版嘛 對 對… 對… 然後後來就是 超級偶像 對… 大家廣為人知就是超級偶像 那你們覺得那時候 有沒有其他同學對那種演藝圈的印象 你們還沒接觸的時候 你覺得演藝圈到底是什麼 對啊 就是藉由比賽的來接觸的時候 演藝圈感覺光鮮亮麗的 引人注目啊就是 回到部落或什麼地方的時候 對… 對 那個時候 很多人認識初音樂 很多人認識初音樂 也有像回部落的時候 沒有 他們不會這樣 他們說 你又上電視齁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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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直看你啊 之類的… 左右一直看一直看 有什麼了不起迷信 對… 有的就說 你看我就跟你講 你又上電視 加強咧… 我是覺得演藝圈 是非常現實的一個圈子 怎麼說怎麼說 比如說 可能… 你過了一個某個階段 你可能紅過了 不見得就是說 你會一直紅下去 那可能你年紀大了 或者是說 沒戲場了之類的 可能就會 漸漸的被人家彈彎掉 喔… 之類的 那個時候你的印象 是這個樣子啦 我的印象是這個樣子 那我有一個問題 既然你是這樣覺得 你當初為什麼想要 走這個路線 走… 吃這航飯 欸… 這樣就有點矛盾啦 對啊 對 因為我… 我覺得我會一直想要走這條路 是因為我覺得說 表演對我來講 可以讓我對我自己有認同 認同感 對 然後我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到 然後我覺得很有… 就是讓我有自信這樣子 做表演這方面的話 是這個樣子 喜愛表演啦 其實每個同學都有自己 對這演藝圈的 初步的印象對不對 對 但是演藝圈真的好混嗎 這一行飯 其實我們在這邊也邀請到 兩位教授要來跟我們好好來分享 這一堂課 這兩位教授呢 其實大家也是有一段時間 沒有看到他們了 一定想必非常的想念他們 是的 同學們現在開始看到電視 等一下 鏡頭轉到他們之後 趕快打電話 叫人家看後面的二三四喔 好不好 很難得你們歡迎 第一位是誰來咧 第一位佳明娟 好久不見 對啊 好 有什麼話想要跟我們電視前面說 沒有 沒有 那我先唱一 唱一家小單歌好不好 直接就要唱了是不是 對啊 太好了 先讓他們覺得 為什麼我們可以當明星的感覺 對 對 讓同學知道一下 對 好 來 謝謝 來 如果沒有你沒有過去 我不會有傷心 但是又如果還是要愛你 耶耶 好 讓他們看 好好聽喔 這一首當時應該是在比賽的時候 你的成名作對不對 對 也算是另一首 應該說是我踏進唱片的一首歌 很重要 對你很重要的一首歌 因為那時候主管開會 就是每個人 你憑什麼 讓我覺得你可以出唱片 每個人要挑你最拿手的 我當時其實就唱了這首歌 然後他們就 我可以出唱片 所以我就很幸運 非常好聽 是的 那我們還呢 除了明娟之外 我們還有邀請另外一位老師 對不對 這位老師也是很厲害啦 我們歡迎見超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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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耶 真正的 對 今天應該也不是只有這樣子 就來了吧 好像不是講講話 是不是要跳個舞之類的 地板動作 你真的很K 他什麼都OK耶 我好想說要地板動作 好 可以啊這樣子 欸 很可愛 沒有啦 大家還是很想念你的歌聲 讓我們回味一下好不好 真的很久的距離比賽 這首歌叫 LISTEN 然後當初我會唱這首歌是因為 我第一次進棚比賽的時候 我有唱歌啦 小君 不是 珍珠 然後後來就被打敗 這首歌是我就是敗部復活的一首歌 好有故事喔 嗯 好 唱囉 請 掌聲 掌聲 啊 啊 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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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聽喔 這首歌 我唱英文歌很有味道呢 謝謝… 不過說真的喔 這麼久沒有碰到你們 你們有沒有當初在比賽的時候 有沒有算過你們自己大概參加過多少 歌唱比賽 有嗎 我是第一次 我很幸運第一次就K 出現 超好是我第一個比賽 就收到那麼大的關注 我連什麼教會的比賽 學校的比賽我沒有參加過 我連表演都沒有 那你膽子還滿大的耶 第一次比賽然後就上電視 對 那時候是什麼敢想啊 想都不敢想 對 我覺得是運氣好吧 那時候 那時候朋友報名 我只是陪他去 是 對啊 那時候剛好遇到我經紀人 我報名表給 我拿他報名表給我 我說我沒有要報名 你誤會了 他很生氣 他就把報名表丟地上的時候 浪費我的時間 我就去把它撿起來 是說 比就比嘛 誰怕誰 對 帥氣 不能輸 原住民不能輸 對 就是真的 真的 曹倫呢 曹倫 我是因為從小就很喜歡唱歌 然後從小就一直在比賽 我記得我國小 第一次歌唱比賽冠軍的獎品 真的就是一盒肥皂耶 一盒肥皂 肥皂 六年級我唱那個張信哲的歌 然後我很開心地跟我說 媽媽 我得冠軍這樣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一直對演藝圈有很大的夢想 這樣 一直到我07年參加那個比賽 是我第一個正式的大型的選秀節目 你參加過這麼多歌唱比賽 你有沒有比如說在比賽的時候 有沒有碰到一些很困難的事情 困難嗎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很血淋淋的比賽 其實當初在比賽的時候 其實心態很 我得坦白說 那時候心態比較急 比較照鏡 那時候就很想說 我要趕快讓大家都知道我 我要趕快 看到我 聽到我聲音 因為那時候同期一起 因為我十幾歲開始在POP唱 在裡面唱歌 就駐唱嘛 然後那時候同期的可能唱歌的朋友 都發片啦 然後就覺得 他們都已經有自己的事業要發展 那我也要趕快加緊腳步 跟妳同期的有誰 那時候還有那個 她大家會Call in 誰 她看見妳們就知道 誰 我真的有FB她 好想知道哦 就是那個 孤獨萬歲 十年無罪 好厲害哦 誰抱著 對 所以你是跟她有令同期 不是啦 不能跟她說同期 就是以前跟她就是 我們是社團認識 後來 後來因緣際會 在同一間POP裡面駐唱這樣 是這樣 你要打哦 這個FB妳有答應我 他等一下打來是問好我 對 我很欣賞那個 叫明娟唱如果沒有你這樣有沒有 對 剛剛那個曹仁跟我們分享 他其實是 一開始就有意要往這個圈子來走 那明娟這邊呢 有嗎 我一開始真的沒有 因為第一個比賽 你根本不會想到說 我一個比賽就可以變成現在這樣 所以我就說 我在當時在想的時候 因為我們第一屆其實 還滿受矚目的 對 那我在當時還滿受歡迎的 很受歡迎 那時候啦 那時候剛比完 或是在比賽的同時 然後大家就很喜歡我 所以那時候 曾經真的以為自己可以 有點平步輕雲的感覺 就覺得 我好像真的可以成為一個明星 大家都知道的那種感覺 今天呢 他們就要好好的跟我們講說呢 他這一路上的心路歷程 這是一個開始 要好好的跟我們分享同時 對 我們在分享課都會有Call in專線 是的 我們今天的Call in專線是 022631 6500 電視機前面的同學們 趕快打電話進來這邊 我張明娟跟簡潮倫 在現場可以跟大家問好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 我們最精采的 電視業節目 我們來幾次